这句话骗了我好多钱 没有 一千块 今天我朋友他没有烘 朋友不来了 新料吧 墨西沙的 看这种黄黄的就知道是新料 刚拆开的 黄色其实它不是脏 它是用茶叶包着 然后用所有的套套起来以后再拿胶带去沾 我们在缅甸的时候 他包的时候用这种包的 对 太干了 打水了 可以打的 用石头要打水了 不打水看不出表现 带点黑皮的墨西沙 这个地方是有点白雾的 白雾的地方打的百分之百有表现 怎么会有点发黄呢 是硬下去的吗 到处都有 你看这种发黄的地方 这个是红屋 红屋底下出高货的 是不是 不要骗我呀 哎 你是专业看货的 我怎么会骗你啊 多少钱嘛 这个吗 不多说 直接放大了 不够万的价给你 这东西够不了万嘛 对啊 我也说的不够吧 八千嘛这个 我以为你说800块 800块我就立马就买了 这个不是百数的 链还是有的 你自己看啊 这个链不影响出货 可以数件的 我感觉会有点毛链的 你看这种链 明显的就煮光了吗 中水好的话 这个链不用看 不会进里面的 这句话骗了我好多钱 没有 一千块 一千块太低了 那一千五吗 不要这样嘛 一千五也就是低的 开价开的很高了 我跟你说 别人来我都是800 600 500 不是800 600的话 800 600的那种的 他们说没有表现呀 这个你看嘛 宣传都是恍恶 我直接都给你一千的 你看嘛 最低多少吗 你说个价吗 三千八嘛 我也不多说了 不给你啰嗦了 好吧 我很爽快的 两千块 不要看它低啊 你朋友经常来就知道了 我给家真的是实在的 他跟我说过 从来不乱开价 我也不是说你东西还可以 我给你几百块钱 两千块整数 开个章吧 第一次 好吧 第一次 一二三四 来 这个料子呢 这个地方还有条链子 从这边过来 刚好就这个角 把这个角切掉 那我先走了啊 好 我不是说里边发黄嘛 种水是有的 有黄匪 但是底子灰一点的那种黄 这个做东西就有点难做了